今天要報告的確定病例有本土病例有12例 那境外移入的有58例 那本土的案例 總共有12 總共有12例 那我們從這個17230 這樣的一個板塊來看 我們增加了17474 的一個家人17533 另外增加了一個174 17468的家人 那是17534 那些都是這個在家家人被匡列的 然後被在 在有一個症 就是有一個情況 然後再拉出來再採 所以這是家人的 那這邊是有兩例 那另外在首推車這邊就增加的比較多 所謂的增加比較多 大概就是 從17507 他們是跟下面這個 17535 17569 17576 17577 這是一個同職場的 這裡面大家也記得 大概就是 從這個居服員為核心 那一個神他先生來給他 那他也傳給他小孩 然後他傳給這個17507 前兩天已經報告過 就是他的一個乾妹妹 然後他上班的地方總共有五位 是被採了確診 所以因為因應這 五個 這是一個電子工廠 那今天下午這電子工廠大概基本上他就停工了 他總共停工 那是因為這整個職場裡面有五位 所以在桃園這邊就 他就決定把這個 殺水油在職場的相關接觸者是280名 那全部收入在集中檢疫所 然後該電子廠就先停工 因為他全部的人都已經都居隔了 corporateульiste 病庭